塔利班越中占领阿富汗喀布尔总统府 持长枪大兵做大卫欢庆 不过仍旧不见最高领导人身影 现在发言人松口这号人物即将写身 以往总是以领袖身份发布声明 鲜少露脸的塔利班神秘人物艾昆萨达 是2016年接任的第三代领导人 曾担任前任领导人曼苏尔的副手 也被视为塔利班鹰派人物 他的伊斯兰教的知识是非常的深厚 甚至阿富汗塔利班的领导人奥马尔 都把阿宏扎达称为导师 作为塔利班的精神领袖艾昆萨达 除了有鹰派作风外还严守伊斯兰教义 他的现身很有可能对塔利班的统治带来影响 西蒂尔做弹奏乐器 阿富汗民谣歌手安达拉比 最近遭到塔利班清算 他的儿子说父亲已被塔利班枪杀 除了安达拉比外 也有阿富汗歌星为了保住性命 不得已只好转行卖菜 塔利班之前才说要公开禁止阿富汗人听音乐 他们的严厉作风 已经让阿富汗的文艺界人心惶惶 TVBS新闻终不得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